亚旋和杨木都属于台湾现代式最辉煌的一代 这是两位了不起的文字上的魔术师 他们讲究文字后面的声音 让这些声音串成奇特的音乐 他们讲究文字所呈现的意象 让这一个一个意象最后串接 编织成让人惊讶 让人惊叹的美丽的风景 美丽的图画 而这两位杰出的诗人 他们风格非常不一样 亚旋有着一种本能的超现实主义的想象 而杨木却是一个最纯粹的浪漫主义的诗人 阅读亚旋和杨木的诗 让我们窥探看到了台湾现代诗 在华文世界当中最杰出的一页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